大家好,我是青石 今天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修剪北美蓝山 BLUE SPOOTS 北美蓝山是原产于北美的树种 我们这里讲的北美蓝山主要是园艺品种 就是DORF,不是二三十尺高的 只是矮小的 它的特点非常明显 长得很慢,一年长三到五寸 一年只长一次叶子 四季长青 所谓四季长青,我们说四季长蓝 叶子非常漂亮 放在我们的Garden里面 有画龙点睛的一个这么个作用 所以在北美在私人的院子里 用的也是蛮普遍的 它也是一种价值比较高的园艺树种 我们在修剪北美蓝山的时候 首先我们看看在什么时候修剪 其实它一年只长着一次叶子 你在春天夏天都可以修 秋天修的话就有点不太好了 因为它伤口要露出一些油脂了 就是它本身的养料 这样子的话在秋天是不是很好的 春天是最好的 那我们修北美蓝山第一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清洁蓝山整个树的死枝枯枝都清洁掉 大家看到那些枯枝非常多 下手以前也要清洁这些死枝 让它通风 另外就是说还有一些树下方的 只长叶子没有芽的 大家看到刚才那些只有真叶没有芽的那些枝 那些都是只吃饭不干活的枝 全部去掉 再加上死枝枯枝 这样子的话让保持这个树通风 这是我们最起码的 最有清洁 大家看到没有 一棵小小的小碗口粗的一个standard 就是说直立型的毒干型的树 能剪下来这么多垃圾枝 你想这棵树背着这些垃圾枝 长得真的是很辛苦 所以全部清干净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剪枝 我们说剪的这个枝是两三年的枝 这个枝一般来说就是图长枝 我们修好造型以后 它总有一些枝是长得比较快的 它拿了顶端优势以后 越长越快越长越快 后果怎么样 把你这棵树就长乱了 完了以后失去观赏价值了 所以剪枝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去年剪的枝 为什么给大家看 大家不要怕 这些枝剪完了以后 它在边上发出很多小绒球 看到没有 这小绒球就是今年的芽 它就是今年的新枝和新叶 所以它这个blue spook是萌发力非常强的 剪了有个缺陷没关系 没年就给你补上 首先我们就是说看一下 就探面上看一下 股价上看一下 土长的 大家看到吗 这些都是土长的 别人高了半尺一尺 这些土长枝全部要剪掉 不能有一个两个枝拿了所有的顶端优势 这样子一棵树就长偏了 所以土长枝 这个枝全部剪掉 剪这个枝就很简单了 你弄个枝剪 把它们高的就把它剪掉 剪了以后大家也不用担心 这个少了一块这里 它马上怎么样就发了枝 发了枝以后就这样剪掉就行了 马上就发枝 发芽发新枝 然后就弥补上了 今年不发明年春天还会发 记住了大家 一年只长一次叶 所以也不用担心太多 先把土长枝整个一个枯架 又把它理干净理平整 大家看到这都是剪下来的土长枝 你要是不剪 它稀辣啪叉的 就是长得乱七八糟的 那整个观赏价值全没了 花了大价钱买了北美兰松 完了以后不如怎么样 去买棵白树这种种 提白花 那剪完这股价以后就剪表层 表面其实我们是剪它的小枝 去年的小枝 大家看到 大家了解一下 我用给大家看看 这些就是我们第一年的小枝 上面顶着很多小绒球 就是准备春天准备发的新枝和新叶 我们剪表层就是剪这些小枝 去年的小枝 这个小枝萌发力非常非常强 凡有叶子的地方 和它都会发怎么样 发新芽出来 现在我们看到的它是自然发出来的叶 如果你把这根枝剪掉一半 一个枝可能有四寸长 你剪了两寸 那其他地方还会发 那这个就是最好的 去年春天被毛毛虫 把叶子全吃完了 那么这些怎么样 今年春天准备发的叶 在这上面了 大家一看明白了 它是自然发的话是这样发的 一根枝上可以发出五根枝 七根枝越长越茂盛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打表面打表层 是最简单的 用大剪刀直接剪也行 用小的我们支剪 一个一个剪也行 电动的gas trimmer打一样 好 所以很耐剪 就是你别怕剪 大家了解的情况 大家看 如果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这个打掉一半 上面打掉三个芽 下边有两个芽 两个芽就是两个芯枝 每个芯枝上就有无数的芯叶 所以大家不要怕剪 看到吧 就这样用手剪都行 那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芯枝全剪了 这个枝是刚才我们剪过了 把这剩下两个芽也全剪了 这一根枝上一个芽都没了 没关系 明年春天在我们剪口的附近 又会长出三到五个芽来 来弥补怎么样 这个芝上面没有芽的 但是今年没了 今年因为它每年只发一次叶子 芽已经孕育了好几个月了 那就是这样 剪掉以后 都有芽来弥补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上面剪掉了 下面就有一个芽出来了 那这个上面有五个芽全部剪掉了 下面是一个怎么只有叶子没有芽了 今年是不会长叶子了 明年还会长叶子在这 所以大家了解了这个Blu spools的发叶子长支的这个过程呢 所以你就不怕剪了 你就剪剪剪剪剪平了 那么如果你是在发叶子以前剪 那当然最好 以后剪也没关系 好大家放手剪 好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